哦 妹妹在弹钢琴啊 诶 上面这个吊灯 到时候不会砸下来吧 啊 妹妹你弹的钢琴真好听 别弹了 别弹了 快走吧 呜 嘿妈妈 妈妈 啊 哇 等一下 妈妈怎么变成僵尸了 妈妈刚刚也死了吗 哦 这个地 诶 抢上了 哇 这怎么回事 哦 哦 哦 大家好 我是巴欧海局啊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就是House的游戏啊 那么这款游戏呢是由很多观众啊 在我的私信里面塞爆的 推荐我玩这款游戏 我倒要看看啊 这款游戏究竟有什么魔力 这款游戏啊 它是一个恐怖游戏 是一个像素的恐怖游戏 好 那我们废话少说啊 直接开始游戏吧 这边好像有一个小人躺在床上睡觉 要醒来了吗 哦 起床喽 那么在游戏开始前 我是稍微的了解了一下 这款游戏呢 它一共有我妹妹妈妈爸爸 这些人物吧 好了 可以走动了 诶 这是什么 这是电视啊 打开电视 这电视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啊 青花 动画片吗 诶 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是什么啊 这是娃娃吗 下面还有个箱子 诶 这边右下角是什么 moving day 搬家 哦 这是个日记本吗 诶 这下面为什么没有写着的呢 所以说这个日记是我 刚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写的第一份日记嘛 自从我搬到这个家以后 我都不知道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 日子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这个屋子感觉有问题啊 搬到这个家里 诶 怎么会有个黑影啊 好 那我们出去 诶 这是妈妈吗 诶 怎么回事啊 妈妈为什么把她的房间给封住啊 嘿 妈妈你在干嘛 哦 good morning Tabby 哦 早上好啊 不要担心这个房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哦 妈妈为什么会把这个房门给锁起来啊 哦 你不会在里面干了什么吧 哇塞 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然后墙上面有妈妈 爸爸 然后妹妹和我的照片是什么 哦 这是妹妹吗 嘿 妹妹 哦 我讨厌这里的墙 诶 我讨厌早上 诶 我妹妹怎么了 诶 妹妹 别走啊 妹妹 你干嘛去 我讨厌任何事情 我妹妹是讨厌所有的东西吗 那你讨厌我咯 妹妹是厌世吧 她是不是得了什么抑郁症啊 妹妹生病了 好 我们出去看一下吧 诶 这是房间的客厅吗 我按住Shift是可以奔跑的 嘿 小妈咪 喵喵喵 妹妹去这个地方了 她要去哪里 我去看一下 哦 妹妹才弹钢琴啊 诶 上面这个吊灯 到时候不会砸下来吧 妹妹 妹妹 你被弹钢琴了 妹妹 妹妹说我喜欢这首歌 啊 妹妹你弹的钢琴真好听 别弹了 别弹了 快走吧 哇 哇 真的啊 哇塞 不是吧 妹妹 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死在我的面前啊 这猫怎么进来了 喵喵喵 这猫感觉很奇怪吗 不是我杀的 这个灯你没看见吗 它自己掉下来的呀 哦 糟糕了 糟糕了 这怎么回事啊 妈妈 诶 怎么这里有把钥匙啊 猫的屁股下面有把钥匙啊 嘿 妈妈 妈妈 啊 哦 哇 等一下 妈妈怎么变成僵尸了 妈妈刚刚也死了吗 哦 这个地 诶 厂生了 哇 这怎么回事 哦 哦 哦 我的 Game over 结束了 这短短几分钟 这个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好 我们再试一次啊 哦 还是在床上醒来了 走 我们赶紧出去啊 妈妈一开始的时候会把这个房间门给锁住的 我要先进妈妈的房间看一下 哎呀 进不去的吗 妈妈 早上好 妈妈 快出来 我要看看你房间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 一去你一早上醒 哎呀 我进不去了呀 妈妈 妈妈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在飘移 怎么回事啊 出现bug了吗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出现bug了吗 哎呀 我去 这游戏出现bug了呀 好的 我又回来了啊 那么看样子 妈妈的房间呢 一开始是进不去的啊 那我看一下妹妹的房间吧 哦 妹妹还在睡觉啊 我去其他地方看一下吧 哦 这里是厕所 哎 有一个新的日记 可以冲厕所吗 哦 冲厕所了 这不是老八之家吗 看来这个屋子里面啊 醒得最早的就是我了 妈妈出来了 妈妈一出来就会把房门给锁住啊 这房间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里是妹妹的钢琴房 然后妈妈去厨房干嘛去啊 做早餐吗 妈妈来到厨房 哦 她来做早餐 对 果然是的 哦 请再等一等啊 Tabby 我知道你很饿 旁边这个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哦 哦 这什么 哦 倒在地上了 这什么 牛奶啊 这个好像是什么道具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哎 这个地上的这是什么 这是积水吗 哎 对了 我要看一下妈妈是怎么死的 因为我在上一把钟 看到妈妈在厨房里面死掉了 这很奇怪啊 然后妈妈在做三明治吗 做了三份啊 哦 妈妈死了 是被这个地上的积水给划倒了吗 我不是吧 这样一摔就摔死了 咦 哦 妹妹 妹妹妹妹妹要出事了 妹妹 哦 哦 我刚来就出事了 我去 然后猫就进来了 哦 所以说这个游戏 一开始所有的人啊 都会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所有人都会死 所以说我要去救他们吗 哎 有把钥匙 这个钥匙是开什么地方的 哦 下面 这个房间吗 开锁 哎 刚刚那个窗户 哎 为什么会有黑影 啊 妈妈变成僵尸了吗 哦 不 哦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妈妈进得来吗 妈妈进来 哎 这什么呀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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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老鼠吃掉了啊 这游戏也太难了吧 妈妈死了之后变成僵尸 好像是储物间 又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老鼠 那我得想办法去救妈妈和妹妹了啊 那怎么去救他们呢 首先我们先解决一下厨房啊 厨房那边好像有什么 哎 这什么 保龄球吗 哎呀 我拿了个保龄球 哦 把猫给挣醒了 这个地方果然是有积水的啊 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积水给清除掉吗 拿上这个牛奶 哦 妹妹还没来弹钢琴 这边有个花瓶 哎 哦 这是什么捕兽夹吗 哇 拿到一个捕兽夹了 按Q或者E可以切换物品 哦 好 这个捕兽夹 哦 捕兽夹不会是捕那个老鼠的吧 但是我们需要这猫屁股下面的钥匙 妹妹 只有妹妹死了之后 这个猫才会出去的吗 那怎么办 我想说我能不能把猫给挣走 我没想到把猫给炸死了 哇 不是吧 这猫和妹妹必须死一个才能拿到钥匙的吗 我听到声音了 刚刚有听到碎盘子的声音吗 这是僵尸猫 这猫怎么变成僵尸了 这一架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死掉之后就会变成怪物的吗 那妹妹死掉之后应该也会变成鬼的吧 哎 有新的日记啊 我看一下 多了两个哎 这是一篇死亡日记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疼 但我就感觉不到了 我都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了 按照这个日记来看的话 感觉像是一个无限循环啊 主角依稀记得自己已经死过很多次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感觉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 这很明显就是在无限循环啊 第四个日记是关于厕所的 厕所里面有东西 我能听到他就对我低声说话 他想让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听他的话 也许他会停止 厕所里面的怪物 想让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听从他 那么他会停止 停止什么 哇这一家子究竟 究竟怎么了呀 所以这个游戏到底该怎么玩 我们要解救所有的人吗 然后找出这个房子里面究竟 是个什么情况 哎对了爸爸呢 我始终没有看见爸爸呀 走吧我们先赶紧的啊 先拯救一家人吧 这只猫在睡觉 我们能拿到他生下的钥匙 但是这个猫 应该也是要救的 但是目前我不知道怎么救啊 我们先把猫给砸死吧 然后拿上我们的钥匙 打开下面仓库的门 哦这个仓库里面有只大老鼠啊 得小心点 哎这是小老鼠吗 小老鼠踩死了 一定是那大老鼠的仔 哎左边好像有把斧头啊 哦来了来了来了 哦冲 哎呦哎呦想吃我啊 门都哎这是水桶吗 哦刚刚那个好像是水桶 这个水桶一定是用来接这个水的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哎呦我刚刚滑倒了 谁在笑啊 好不管了我们先打开冰箱 拿上里面的牛奶 这个牛奶给妹妹喝吗 妹妹喝牛奶了 妹妹来来来 喝牛奶 我想这牛奶已经过期了 比头皮还要难闻 我看到妹妹不喝牛奶啊 哎呀 妹妹一旦坐上了这个钢琴椅 就意味着死亡了 我看一下妈妈吧 妹妹已经没得救了 啊妈妈没有滑倒 哦女孩们 我做好了三明治哦 快点过来吃啊 哦妈妈开始吃三明治了 爸爸呢 我很奇怪啊 妹妹 她吃不了啊 妹妹要死了 这是猫 哎呦 这猫已经变成僵尸猫了 妹妹已经死了 怎么每个地方都有僵尸猫啊 哇塞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 这个房间里面也有一只枪尸猫 妈妈你过去看一下好吗 难道你不知道 妹妹已经死了吗 这个牛奶给猫喝吗 哦不会牛奶就是给猫喝的吧 我把牛奶断在地上 这房间是怎么回事啊 这房间啊 怎么变红了 妈妈呢 妈妈去哪里了 哇哇哇 哎呦 哦 哦可以拿三明治的呀 这好像也是个道具哎 三明治 哎 哇 冰箱里面伸出一只手 把妈妈给抓走了 哎呦 妈妈死了 看来我解决了妈妈滑倒 接下来冰箱里面还有个怪物 也会让妈妈死掉的 哎 怎么回事啊 中响了 哇 爸爸怎么回来了 这爸爸 哦 哦 哦 哎 哎 啊 什么鬼 爸爸为什么会把我杠掉啊 我这一次看看能不能把猫给救下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僵尸猫了 我们先把这个保留就拿上 然后到厨房 拿起 牛奶 我之前猜测了牛奶是不是给猫喝的 哎 小猫咪 小猫咪 牛奶 哦 要把猫给挣刑 哎 醒来了 哎 对哦 哎 你在舔什么啊 牛奶在这一边 你舔地毯干什么 好 拿起钥匙了啊 哎 猫喝完牛奶了 然后坐回去了 好 拿上最左边的斧头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个斧头是不是可以砍掉妈妈 封锁的那个房间的木板 哎 哎 要不到哈 把水桶 放在这儿 我看一下这个钢琴 能不能用斧头把它给劈了 哦 钢琴劈不掉的吗 理论上钢琴应该可以被毁坏了吧 那不行的话 我把上面的灯给破坏掉就可以吧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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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妹妹给干掉了 哎呀 这斧头 是 是可以砍妹妹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砍妈妈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把所有的人都干掉之后 会怎么样 哎 对了 我在想啊 这个捕兽家能不能 把爸爸给夹住 哎 妈妈的房间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嘿 妹妹你醒了 哎 那我拿着这把斧头 我是不是可以给爸爸 来个最终决战呢 哦 可以可以 我看一下妈妈房间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看这柜子里面 哦 这什么 这是枪吗 这游戏里面居然还有枪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 这 这 这什么 这好像是个地下室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打开吗 用斧头皮 不对啊 妈妈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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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房间着火了 好 把水桶放在这个地方 拯救妈妈 但是下一步的话 妈妈会被厨房冰箱里面的手给抓走 我是不是可以拿斧头砍它呀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但是妹妹怎么救呢 我现在没有头绪啊 这个地下室不能用斧头皮的 难道用这个东西吗 哦 真的哎 哇 哇 这就是妈妈藏的秘密吗 我地下室死了个人哦 难怪哦 他会把门给封上啊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个游戏是真的细思极恐哎 他手上好像拿了什么东西啊 哎呦 我看什么 看我出现什么东西啊 猎枪没子弹 用斧头吗 哇 拿到了他手上的什么东西啊 哦 弹弓啊 说明 这个死人是个小男孩吧 因为 大多数只有男孩会玩弹弓哎 呦 啊 看了什么 冲啊 这什么鬼啊 怎么每个地方都有稀奇古怪的怪物啊 我们最新拿的道具啊 就是弹弓 这个弹弓一定是有作用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妹妹给救下来啊 哦 妹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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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切换为弹弓 我要尝试一下 可不可以把上面的吊灯给打掉 哎 鲲鲲打掉了 哦 妹妹在哭了 哎 我在救你呢 你别哭啊 妹妹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哦 看来鲲鲲鲲就是他的全部啊 不能打妹妹 哎 对了 上面那个花瓶 哦 子弹哎 哎 拿到子弹了 哎呀 我忘记拿枪了 哎 我要看一下妹妹她去什么地方 哎 妹妹你去什么地方 我要跟着妹妹走 妹妹 妹妹 干嘛呢 妹妹 哦 她要去厕所吗 哦 她上厕所了 哎呦 妹妹又死了 被老爸吃了吗 这怎么回事 怎么有个地毯会动啊 我回我房间 哎 怎么有个娃娃 她起来了 娃娃对我说 也许在这房子里 还要比死亡更可怕的是 你会拥抱我吗 yes 哦 这个娃娃 我拿到新的道具了 我知道了 这个娃娃是给妹妹的吗 哎 哎呀 这地毯怎么全都是刺啊 我马上就把你的钢琴破坏掉啊 哎 嘿嘿 哭吧 哦对 还有 哈哈 钢琴没得弹 厕所没得上 我看你还有什么死法啊 好 那么接下来要拯救妈妈了啊 妈妈应该会被冰箱里面的手给抓去 所以现在应该还没有事情吧 我先看一下妹妹啊 啊 我不要走地毯了 哇 这个被地毯给坑了呀 啊 哎呀 把这个 哎呀 什么呀 这个 不能冲厕所吗 冲厕所 这个怪物就会出来 哎 妹妹你要上厕所吗 哎 哎呦 厕所上不了啊 看看妹妹要去哪里 哎呦 这个地毯开始动了 哇 这是个 妹妹 哎呀 哇 不是吧 你就这么厌世吗 妹妹直接上轿自杀了 我要救妹妹啊 然后把这边的椅子给破坏了啊 她怎么了 哦 她上床睡觉了吗 哦 对 我想到了 我试试看 把这个布娃娃送给妹妹会怎么样 她应该是我的布娃娃 但是我把她送给妹妹 至少有东西陪伴她嘛 哦 谢谢你带她来见我 这是 这个布娃娃是妹妹的吗 她本来就属于妹妹的 曾经分开了 现在又见面了 所以这布娃娃在感谢我 然后现在物归原主了 哎 这个地毯怎么搞 这个地毯 哦 哎呀哎呀 哎呀我过来了 哇 这个地毯是真的烦人哎 好了 那妈妈现在 哎 哦 猫 猫着火了吗 这是啊 我们还没有把猫给救下来 猫火锅被烧死了 哎 妈妈还来得及 骨头 把这个 把这个手给砍了 哇 妈妈还好 有的救了 哎 这水桶也是可以拿起来的 果然 我忘记了 把这个水桶 倒在钢琴房那个地方 给你灭火 好了 这个猫死掉了 没有办法了 这个水桶 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吧 到地上 哎呦 哎呦 滑倒了 拿上三明治 这个三明治有什么用啊 三明治给谁吃啊 哦 哎 怎么回事 爸爸回来了 妹妹为什么会吹笛子 妹妹快走 妹妹 啊 啊 这是新的结局吗 妹妹的笛子声充满了整个房间 随着声音的响起 黑暗逐渐消失 可怕的阴影从你父亲的眼睛里消散了 诅咒消失了 但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死了一只猫 哦 感化 救赎 这是一个感化的结局吗 爸爸本来就是要杀人了 但是妹妹的笛声感化了爸爸 他觉得自己很羞愧 所以放了下屠刀 立地成佛 因为爸爸回来的时候 他衣服上还沾着血迹啊 所以他本身就是个恶魔 诶那这样的话哦 这游戏肯定是有多个结局的 我至少想到了两个 第一 他爸爸本来就是个恶魔 所以最后我们是不是要触发一个结局 就是要把爸爸给干掉 那么第二种结局 我是不是可以把全家给干掉 来触发一个屠杀结局 这是我目前能想得到 哦对 还有第三种 在日记本上面有写过一个线索啊 就是要找到这个房子的诅咒 那么至少我目前想到了 应该还能触发三种结局 哦 你觉得你赢了 恐怕你大错特错了 没有办法阻止他 他永远不会结束 这个娃娃不会就是诅咒的来源吧 啊 好 那么这一次啊 我来触发一下拯救全家会怎么样 我能把妈妈和妹妹救起来了 那同时妹妹呢 是可以拯救爸爸的 但是我很奇怪 这个爸爸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爸爸是个杀人狂吗 为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 就要把鬼干掉啊 现在我已经对这游戏啊 非常的熟悉了 我已经死了很多遍了 这个老鼠 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哦对 我想想了 老鼠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给老鼠吃那个三明治 因为我之前就想到了 因为这个三明治的话 没人吃 能想到的只有给老鼠吃了 把水桶放在这 好赶紧走赶紧走 然后接下来就是 去妈妈的房间 拿上枪 我觉得这把枪啊 应该是用来对付其他怪物的吧 或者说对付爸爸 妹妹不要上厕所啊 憋住啊 我帮你洗裤子 好 把马桶破坏掉了 接着 把这边的椅子给破坏掉啊 然后就是 拿起这个娃娃 给妹妹 哦 好了 这下妹妹彻底解救成功了 接下来要拯救妈妈了 哦对 我差点忘记灭火了 拯救那只猫 哎呀 来不及了吗 这个水够吗 这个水我觉得不够啊 还能继续解水吗 可以继续解水的 妈妈睡着了 妈妈睡着的时候 这个冰箱里面会出现一只手 好 把你砍了 走 哎呀 哎呀 哇哇哇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拿起枪把它干掉吗 哦糟糕了糟糕了 快快快快快 哎呦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不行啊 哦 哦 哎呀 这怪怎么会出来啊 破坏钢琴 倒水灭火 打掉马桶 拆掉椅子 送给妹妹娃娃 妈妈等等我 你没事吗 哦妈妈还好 没有睡着 这个三明治我猜测 应该是可以给老鼠吃的 快点出来 我砍你了 它会爬出来吗 它爬出来了 哦哦 怎么办 给老鼠吃吗 我试一下 可不可以给老鼠吃 来给你给你 哎对 可以给老鼠吃的 老鼠变有声了 老鼠快打他 快帮我打他 怎么办 哎呀这个黑影 不要不要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啊 这边可以绕吗 哎等爸爸来 快快快快 走走走 我能不能等爸爸来啊 如果爸爸看见这个怪物的话 会怎么样啊 爸爸好像12点的时候会来 马上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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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马上到了 快快快 哦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哎 哎哎 他自爆了 这怪物自爆了 哦 这是好结局吗 全家人 在一起吃饭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白天将会持续下去 黑暗会变得肆无忌惮 房子的诅咒 你是无法解除的 但至少现在 一家人还是温馨的 无尽的折磨 取而代之的是一顿大餐 你又回到了原来熟悉的生活 而这是一个虚假的 好结局啊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好结局啊 只是表面线上的 好结局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 但其实并不是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解除 房子的诅咒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最终结局吧 又是这个娃娃 你一定认为自己很聪明 对吧 我敢打赌 你不能独立的去完成 什么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样 你都在浪费时间 我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他永远不会结束 好 那我们今天啊 我们就再触发一个结局吧 我打算这一次触发的是 杀掉全家的结局 我要把全家全部都干掉 这个钟上 为什么会有两个红线 不会是触发了两个结局 上面有所标记吧 这一次呢 我打算触发的是 干掉全家人的结局 包括这只猫 还有那边的老鼠 这些啊 一定都是我的家人 嘿妈妈 别做早餐了 妹妹你早上好啊 哎呀 老鼠好像还没死啊 要补刀吗 哎呀 补刀才能死掉啊 啊 接下来 我们有什么家人了吧 冲个厕所 哦 小心点那个怪物 哦 哎 可以跟他对话 哦 这是什么 哦 一个孩子 感觉你很有潜力啊 这怪物在夸我吗 只剩下最后一个灵魂了 但是在哪里呢 我还有谁没有干掉吗 哎呦 我床上这什么啊 是虫子吗 哎 从之前的那个全家福结局啊 来看的话 还有这个娃娃也算是我的家人 这下可全部都干掉了嘛 啊 可以了 哈哈哈哈 这所房子正在召唤你 你的职责完成了 根据厕所那头怪物的线索 爸爸不属于一个灵魂了吗 那也就是说 爸爸不属于我的家人啊 我等爸爸来 我要看一下啊 好 来来来来 爸爸来了 爸爸看到我 把全家都给干掉了 会怎么样 哦 爸爸讲的话不一样了 嘿 Tabby 我回来了 哦 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女孩 这有点细思极恐啊 这也就是说爸爸本来就是想把全家给干掉的 但是爸爸看见我把全家干掉之后 他在夸我 怎么回事 哇 爸爸就是一个恶魔 而我也变成恶魔 我现在和爸爸是同类了 哇 这个结局很阴暗啊 果然这个屠杀结局真的是太细思极恐了 雪在门口堆积 沉进了地毯里 剑满了墙壁 他从你的指尖低下 你的父亲疯狂大笑 并拥抱着你 黑暗吞噬了你们 什么都没留下 哇 这个结局也太黑暗了吧 游戏结束了 好吧 那么根据我的猜想啊 这个游戏应该还有另外两种结局 一个 只要把爸爸干掉了 这么一个结局 那么另外一个结局呢 就是解除这个房子的诅咒 杨娃娃又开始对我讲话了 哦 多么可爱啊 你真的觉得你能挺过去吗 我都不在乎了 我只是想帮帮你 但你想浪费时间就浪费时间吧 这边的始终上面又多了一条红色线 看到我们已经触发三个结局了 哎呀 这个游戏一玩就完了三个小时啊 全程都在摸索 今天的视频啊 总算是打了三个结局吧 其他的结局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触发吧 今天的时间确实有点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